大家好,我是小草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9月6号的时候 越南体验服开放报名申请的资格了 那一共只有4天的时间 到9月10号的下午6点 那如果是想要体验没有上市过的新英雄 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 因为如果错过了 下一次究竟什么时候能够申请 我也不知道 我也要跟大家一样 等待官方的消息之后才能知道 那报名的资格呢 你必须要达到20等 那报名的7天 含当天你要登入过游戏次数有5次 那没有任何不良的违规记录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去申请一个体验服的申请资格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条件其实蛮简单的 只要是你是有常在玩传说对决的观众 这个条件并不难哦 那在报名完之后呢 你会在9月12号下午6点前会审核完毕 那会有寄信到信箱或者是游戏内的这个邮件通知等等 去通知你有没有成功获得体验服的资格 那我们这边在滑到最上面点击这个图片呢 就可以进入到报名越南体验服的这个界面了哦 我们这边往下可以看到你要在步骤一先登入你的游戏账号之后 然后看一下你是Garena还是Facebook登录了 但结果都是一样的 登录完之后呢在步骤二选择你的伺服器 那它就自动跳出你的角色名称 输入你的手机号码跟信箱 那你就完成了这一次的报名资格 其实非常简单 那如果你不确定你最近的登录次数没有关系 还有四天的时间 你可以好好的累积你的登录次数 那你累积到五次之后 你再去申请这个天赋 你一定会比较容易通过 那如果你是没有用电脑习惯的玩家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直接从手机游戏里面的画面 那在公告的地方你直接点击这个画面进去之后 你一样可以用手机去填写越南体验服的报名资格 那建议是一定要有这个登录次数再去申请哦 避免你被打枪 那到时候如果错失了这一次的机会的话 我想之后应该是可能还要在两三个月后 你才有这个报名机会了哦 但是由于体验服只有安卓并没有iOS的系统 如果你是想要玩体验服的玩家 但你是iOS 你可以跟我一样 用电脑开模拟器去玩 那要怎么下载这个APK呢 在官网的部分 往下滑你就可以看到 有这个越南体验服的下载方式 那直接前往越南体验服的官网 之后点击这个下载APK 你就可以把它安装到你的安卓手机 或者是电脑模拟器上咯 那再来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 其实你申请这个其实并不亏 只要你有安卓手机 或者是你想要利用模拟器去体验这些新角色的话 那这些都是免费的哦 那尤其是现在的体验服 有着非常多的新角色诞生 有接近6支 那之后还会再出一支新的哦 所以 个人认为如果你提前将它给剩下来的话 并不亏 但你要特别注意到 要在连续7天内 一定要有登入过的次数 避免被取消资格哦 那取消的话非常麻烦 就你必须要等到下一次的这个机会 才能够再申请了 而且在之后即将新增繁体中文的一个界面 那终于不用再看到 你看不懂我看不懂 独眼龙也看不懂的越南体验服了哦 也奉劝大家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这一个机会你要好好把握 那么我们今天的越南体验服下载教学 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哦 那么你喜欢这部影片 记得帮我点个喜欢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哦 拜拜 Bunun Д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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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